Hello 大家好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會覺得 機械化的東西都很難解釋 像一幅DANBOX的畫面 但其實它有些模特兒都很容易解釋 而且它的介紹性都可以很高 今天我會跟大家介紹三種Tree-based的模特兒 分別是Decision Tree 第二個是Random Forest 第三個是Gradient Boosting 首先Decision Tree其實是很重要的概念 因為它有所有Tree-based的基礎 而Random Forest 你就當作是 團結構設力量這個動力 它就是集合了很多不同的Decision Tree 而第三個 就是Gradient Boosting Gradient Boosting就是 就是從一個錯誤中去學習的東西 那我們就看看 我們做一個Decision Tree的結構是怎樣的 Decision Tree Decision Tree的結構是有四大種的 它是不是好像一棵 調轉了的樹呢 第一個就是Roots 它就是決定整個Training Data Set裡面的 根部 最底部 那個元素是什麼 而第二樣就是Splitting Splitting 你想像著一棵樹的樹枝 它將一棵樹分叉成為不同的Notes 好了 而第三個就是Decision Notes 它就是決定 以及應不應該 將一些Notes去分拆的 而最後 最後一棵樹 一定有一棵樹 那棵樹 就是決定一個Prediction的Output 是一個Result Decision Tree的Erafin 主要有三大種是上演的 第一個就是ID3 第二個就是C4.5 第三個就是C5 我們先說ID3 那你們可能就會問 究竟這棵樹是怎樣Splitting 是什麼呢 其實有一件事是很重要的 它就是叫做 Entropy和Information Gain Entropy越小 它的Information Gain 都會越大 那就是最想做到的效果 那其實Entropy是什麼呢 Entropy就是去計算一個 Sample Data Set 它的同質性 即Homogeneity 多大 Entropy就是 那個範圍就是會在0和1中間 如果當它偏向1的時候 代表它的同質性很低 即是效果不太好 如果它偏向0的話 代表它的同質性很高 就是很好 Entropy的Equation就是 Negative Sum of Px times Log Px 那Px是什麼呢 其實Px就是Probability 它就是事件X出現的機率是多大 我給大家一個例子 譬如眼前面有10個波波 有5個是紅色 5個是白色 你抽中紅色波波的機會率是多少 就是5 over 10 即1 over 2 在這個情況之下 Entropy是等於1 即是十五十六 究竟應該怎麼分呢 在這個情況之下 它的分類效果是最差的 譬如假設另一個情況 你看到眼前面有10個波波 但這個10個波波全部都是紅色的 所以當你不會抽每一個波波 不會抽一個波波的時候 你的機率也是人的 因為你肯定會抽到紅色的波波 在這個情況之下 Entropy就是等於0 是等於0 這個情況之下是最理想的 因為它的同質性是很高的 其實Design Tree 也是一個比較容易解釋的一個模特兒 這個就是它的好處 但它有一個不好處的一面 就是很容易會做到一個 overfitting的情況 overfitting是甚麼 就是它只適合一個 指定特定的dataset才對 而其他dataset可能不對 這個東西可以反映在 training dataset的時候 的accuracy rate很高 但在測試的時候 的accuracy rate會很低 那甚麼是overfitting 是否大家都覺得很疑問呢 其實overfitting簡單來說 你當作是一個裁縫 它幫你做一件很貼身 很適合你身的衣服 但當你這件衣服 被其他朋友穿的時候 就完全穿不下 或者太鬆太緊的情況出現 那這個就是一個 overfitting的問題 其實坊間也有一個方法 那random forest 就是可以解決到 一個overfitting的問題 就彌補了 decision tree的不租 可以幻想著 其實random forest 就好像脫結就是力量的感覺 它就是有很多棵 不同的decision tree去組成的 就好像一個森林一樣 講random forest之前 都要講講一個concept 就是一個boost trap boost trap就是 在一個training set裡面 抽取多一個sample 它抽sample的時候 可以有replacement這個動作 假設有個例子 眼前面有三個波 叫做abc 你每抽一次波的時候 就抽了 譬如a波 你抽完一次之後 可以放回去再抽波 這個就叫做replacement 這個boost trap的好處是什麼 它就是可以令到 variance降低 令到沒有overfitting的情況出現 這些boost trap的sample 就用來training 做一個random forest的model random forest 你可以有一個parameter 就是andestimator 你就可以set做150 啊150 等等 這個andestimator 就代表著 有幾個top of decision tree 那你就可能會問 究竟based on哪一個tree 去做一個prediction 的result 其實就是 以一個小數服從多數的原則 這個在machine learning裡面 就叫做majority voting 好 最後一個就是gradient boosting gradient boosting 就是從錯誤中學習的 所以tree與tree之間 它們也是有一個關係的 它主要有五大步驟 首先第一個步驟就是build decision tree 之後我們就會training這個tree 然後我們就會計算它的result result是什麼呢 就是predicted y 和actual y的difference 當我們計算完這個result之後 我們就會把它整成一個新的y 然後我們就會重複第一個步驟 去build tree 然後做一些prediction 好了 剛剛用了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去解釋 decision tree random forest 和gradient boosting 希望你們看完之後 都對一些machine learning的model 有多一點的認識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如果大家對decision tree erafram有興趣 都可以看回我在之前medium寫過篇文 記得like我們的影片 和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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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